要怎麼樣把Excel的這個資料 把它變成SS 那前面做過 應該做過練習 就是說 這個資料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資料快速的放到SS裡面去的話 其實有個幾個方法 不過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這邊 第一列通常是 會進去的話 問你說 第一列會不會是欄名 那如果說你不要那麼麻煩 讓他自己去key那個欄的名稱的話 乾脆把這一個工作表 再複製一個 複製到 成語的後面這裡 建立一個 副本 那這個副本的話就是這個名稱 刮虎二之類的 那我們就把這個刮虎二的這個 第一列 把它刪掉 這個地方就會有 他的欄名 那就比較省 你知道他在修改那個裡面的 這個欄位格式 這樣會比較簡單一些 他們匯入他問我說 哪一個工作表要匯入 你就選這一個 成語刮虎二這個 OK 那再來的話怎麼賄賂呢 接下來開 SS資料庫 這個工具 不過各位不用知道太多了 你知道知道第一個 你要存的名稱 資料庫名稱叫成語 第二個的話呢 存到哪裡呢 存到 桌面上好了 因為我剛剛的 Excel也是放桌面上 所以打成語 放哪裡呢 放桌面 或者放跟你那個 Excel檔一樣的位置 就可以按鍵按確定 那不過這邊有存檔類型 其實也可以選 如果你要向下相容 他也可以存成 這個 SS的 2003的格式 那差別 特別是最大的差別 是那個副檔名 原來是 ACCDB 2007以後 是ACCDB 舊的是 .mdb 副檔名不一樣 存取的方法 一模一樣 完全沒有問題 只差別是那個驅動程式 驅動程式 如果你用2007 要不要新的版本 那如果你2003的格式 基本上 我試過了 大概是XP 就以內建 完全不用裝任何東西 都 可以存取 不會有問題 但是你XP如果你沒有灌那個 O-Linia